嘿大家好我是Chiro 今天我又來吃一間健身餐 它是Google五顆星 所以我想要來比較看看 能不能把我第一名的健身餐給刷下去 然後每一次都很好奇 就是五顆星到底是刷出來的 還是真的有這麼厲害 然後我在評論區 有看到有人說就是在水裡面 他覺得最棒的 就來試試看吧 Let's go 好啦回到家了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今天我點了兩個一樣的是 趙趙雞腿一樣的 然後是小孩吃的 然後我老婆要吃的 然後我自己點了一個這個是 咖哩雞看起來蠻好吃的 然後這邊有個煎鯛魚排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餐點的內容裡面有什麼呢 玉米筍 然後這個是豆子的 碗豆嘛 然後那個白煮蛋半顆 高麗菜跟火 主要是以甜為主 然後它弄的還蠻乾淨的 然後我剛剛試吃的這個 咖哩雞啊 它非常的嫩耶 還蠻好吃的 難怪它的分數那麼高 那我試試看這個 雞腿 我剛剛試試它這個雞腿啊 它的醬香味蠻濃的 然後上面塗的是芝麻 吃起來很香 其實我覺得 不會讓你覺得在吃健身上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非常的香 我這個我蠻推薦的 然後我吃吃看它的一些配菜看看 嗯 它這個真的還蠻爛的 所以這個 整個就是以它原本蔬果的甜為主 這個呢 嗯 這個也是 我看一下它飯裡面 它飯裡面是 白飯然後加一點梨麥在裡面 我們吃吃看口味看看 可是它飯煮的不會太爛 也不會太乾 我覺得是 很用心煮的飯 因為有一些是比較爛一點的 那我喜歡吃這種 剛剛好的 然後 是有顆粒感比較好一點的 最後來試一下這個鯛魚 鯛魚啊 其實蠻厚的喔 我剛剛其實有先偷吃一口 它其實蠻厚的 你看它這樣子好像小小片 其實 它是做蠻厚的 而且蠻多汁的 我覺得算好吃的 這個也推薦可以吃 不會讓你覺得 哇 就是每次都吃雞胸那種感覺 那鯛魚可以換口味 那我剛剛在買的時候 它有一個打卡 但它不是Google 所以Google評論 應該不是來自於這些打卡送的 好 這是它打卡FB啊 跟那個 IG啊 都可以獲得一個這個 像葡萄醋啊 或什麼 它剛剛有蘋果 或是其他口味的 就來把這一份都刻光吧 我覺得它這一份飯裡面 有一個超級超級厲害的一個特點 就是它每一個對方都弄得 非常非常的乾 不會有那些醬汁啊 什麼的往下沉 所以呢 你喜歡吃這樣乾乾淨淨的東西的時候呢 這下特別推薦喔 你不會吃到一些 就是可能高麗菜的菜汁 然後什麼肉的菜汁 然後沉在底下 這樣吃起來 對於一些在外面吃東西的人 會覺得特別的棒 這樣我就還蠻喜歡吃這樣 乾乾的然後裡面沒有什麼醬汁在裡面 比如說菜汁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要吃後 弄的醬汁到處都是這樣 我繼續吃喔 好 完食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有沒有非常的乾 非常的乾 好不會有那一種 就是都一些菜汁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我真的超合我口味的 然後呢 我覺得它 幾個特別好的地方 就是 它在我目前吃到的所有的那個 雞胸肉裡面 就是健康菜裡面 雞胸肉裡面 它是第一名的 因為它處理的特別嫩 然後呢 你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這個雞胸肉絕對不是那一種 可能 嗯 叫好一包一包 然後拿過來熱啊 或是稍微 煎過這樣子 它是新鮮的雞胸肉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蠻推的 然後第二點就是它那個 我剛剛吃那個魚排啊 那個釣魚排 它的肉質也是很好吃 而且不像說我自己去全店買的那一種 然後來煎 感覺更好吃一點 或是它可能油啊 乾乾油 煎過的時候 煎得特別的香 所以我還蠻喜歡它的那個 雞 那個 釣魚排的 最後呢 它有一點就是 它比較貴 它真的比較貴 雞胸的都要130 但是我覺得還算值得 因為 真的有特別好吃一點點 那目前它已經 把我一些名詞都打亂了 目前我也吃過好幾家 所以我覺得 當然說我基本上 大部分把九成都吃過 只都是我拍下來的 大概就是這幾間 那稍微把我的一些名詞 都給刷了一些 刷了一輪 所以這件我還蠻推薦的 之後我再比較所有的 看得到的 我們再來比比看 然後再做一集 所有的 然後我來比一個我最喜歡的排名 最後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位子 在真理大學對面的真理街 這邊有它營業時間還有菜單 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開幕活動有一些 打卡送 果醋 店門口它的菜單 然後它晚上還有一個 跟炸雞合作的 那是我點的 一些菜也是它的菜單 這是他們店內廚房的樣子 基本上他們每個人分工還分得蠻細的 而且我發現他們的工作環境 也是弄得很乾淨的 這點是基本上 要讓人家想去吃的基本條件 因為大部分人不喜歡看這種店內環境 然後什麼店外環境 所以把它放到後面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些人 比較在意這個 店門口有多肉植物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歡迎大家訂閱 訂閱